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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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先生来了 这几日不见 岳峰楼竟然如此容易 多亏老板找了五州有名的五八同称集 那日上午全城刚发了应征帖 下午大厨就来了 您来看 就是这个帖子 您要是需要管家 马车什么的 都能在这棋子上掌 话说我们这个大厨啊 您别看他年纪下来 那手艺可真是出神入化啊 您瞧瞧 就这几日功夫 那咱们岳峰楼 那是做无需喜啊 定做的都定到下月中了 也就是宋先生 您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地位 常规才特意盯住 得给您留个好位置 请 人生得此美味足矣啊 岳峰楼能请到这样的厨身 这以后肯定是冠绝昆京城啊 是啊 来 请 来来来来 宋先生今儿想吃点什么呀 来一份红锦虾球吧 先生您是神帅啊 这红锦虾球 正是我们这位厨身的拿手看家财 谢谢 您稍等 我这就给您送来 祈韵 真的是他 月哥哥 你在吃什么呀 红锦虾球 我也要吃 不行 就是我的 月哥哥 我一定把这 最好吃的东西 都吃过 一个都不留给你 他的不知之声 竟能痊愈 几位女官 新虾球一般 味道真不错 是啊 您的红锦虾球 下次可以试试看 我的虾球 特别好吃 好 好 这才真不错 谁是这儿的大厨 好嘞 你们这儿谁是大厨 是我 怎么了 姑娘 跟我们走吧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那就对不住了 乖乖乖 是不是误会了 我这是本店新来的大厨 我 你 过来 带走 住手 于大人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云恒来迟 惊扰了大小姐 还请大小姐恕罪 云恒哥哥 我才躲了几天呀 这就把我找着了 真是没意思啊 月儿 好 该回家了 这个姑娘好像外图不小了 那不是国公府里的云大人吗 是吗 是啊 好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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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也是 挖着了 这姑娘挺有的 也是啊 各位娘娘 各位娘娘都是出身名门 秀色夺人 德才兼备 但宫里不比外头 规矩甚严 还请各位娘娘 明日起随在下学习宫中之仪 这是玉泥坊按照独有配方 专为后宫调制的上等养颜路 王上的一片心意 希望各位娘娘用后 面色红润 青春永住 谢王上 谢王上 那就请各位娘娘 随在下前往昭燕宫 宫里已为各位主子 分配好住处 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陷阱 住在哪儿不行 非得挤在后花园里头 这昭燕宫是后宫的总称 秀女选来是做妃子的 当然大家都得住仨这儿 虽然说后宫是总称 但却大有不同 历代王后住的是永家殿 宠妃住的是靳月楼 还有初景院 那不是王后 也不是宠妃 家里没人撑腰的怎么办 那就只能守活拐了 你说这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就不行 小姐 这话你可千万别再说了 本来就是啊 你说这一个男的 哪忙得过来啊 把这么多女人收进宫里又不理 这不是毁了人一辈子吗 哎呀 哎呀 干什么 我刚刚好像看到那边 有一只五彩凤凰飞过 哎呀 哎呀 对对对 刚飞过 刚飞过 嗯 没有啊 这五彩凤凰乃是玄机神兽 早已绝技 宇文姑娘定是看错了 哦 看错了 看错了 各位娘娘 这里就是永家殿了 咱们这些人里面呢 最有福气的 救赎姐姐你了 听爹爹说啊 姐姐的父亲 是咱们太渊鼎鼎厉害的大将军 现在又加封了贵夫人 这永家殿呢 日后定是非姐姐莫属了 能为太渊安前马后 也是我们唐家的荣光 这永家殿 是太渊王后的住所 我怎么能有这样的荣愁 倒是这位简雪姑娘 她的父亲简身大人 是张侯爷一手提拔的俊秀之才 据说有文曲卿老爷罩着呢 简姑娘自然是秀外惠中 有大作为呢 我 语文姑娘是国公收下的义女 有了这样的义服做靠山 日后必定能一路亨通呢 若真如姐姐所说 到时一定会请大家喝酒的 诶 你们看 那人是谁 怎么还坐着轿子啊 是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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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特意下了恩旨 赐了我贤夫人的封号 哦 对了 还少了叫碾呢 怎么 你们是走路过来的 唉 这么远的路 一定很累吧 唉 你没想到吧 说得是呢 若不是因为姐姐脸上 这红印子的福气 王上哪知道 姐姐竟然如此美颜动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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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来人啊 这个该死的打我 赶紧把他捆起来 你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你了 可有证据 你 才刚入宫 就这么闹腾 是想把事情闹到王上那儿 刚得的封号 都不想要了 王上的妃子 首要就是贤良淑德 几位姐妹的德行 还真让人大开眼界 你是谁啊 要你来维言送厅 那你就继续闹吧 这王上 这王上的性子难以琢磨 这要是真把他惹恼了 可如何是好啊 大不了 这封号大家都不要了 我们去王上面前说个清楚吧 我才拦得理你们呢 大王的诏令到了 诸位主子 你们所住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 诏曰 贵夫人唐芷蓉 居永家殿 德夫人简雪 居芷罗居 书夫人 宇文子 居 最眼居 财女 傅家仪 纳兰金 陈香谢 张婉婷 刘绝琪 由王物内亭府安排 钦此 谢王上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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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这上面为什么没有给我安排 这 夫人 小的只是个传令的而已啊 并不知道没有夫人您 你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办的才是啊 我 我可是王上钦锋的贤夫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非得让我爹好好惩罪你不可 夫人 您先别生气啊 这 哦 还有一间宫殿是空着的 要不 烦劳将就一下 将就 我是能随便将就的人吗 你赶紧下去给我办 要是办不好 看我不打死你 是 是 小姐住的可是最眼居呢 还不错呢 我们走吧 嗯 哎 站住 凭什么我不能住永家殿 那唐芷蓉不过是个 定远将军府的树 他能住的 我住不得 哎 你们说 这永家殿 是不是应该由我住 这乌龟要做兽 你们猜谁来了 王八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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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龟要做事 我们走吧 你骂我 你 老爷 老爷 小姐回来了 还知道回来啊 你不愿 我走便是 小姐 你看看 这回都回来了 就别再使小性子了 啊 当初说出去见见世面 一走就是三年 为父的头发都丑白了 那干嘛抓我回来 该回来的时候我自会回来 早知道我就不回昆京了 大小姐 您这说的是哪门子的气话呀 老奴跟您说 您这些年游历五周在外学手艺 您可是从来没被人欺负过是吗 我天生可爱 自然没有人欺负我 小姐 您有所不知啊 这都是老爷这些年 一直派人在后边跟着 生怕您受了委屈 您是老爷的心尖肉啊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小姐 就凭 这份苦心 您就别再怪老爷了 好了好了 回来就回来吧 不过 爹 如果你想让我乖乖待着 你得答应我几件事 只要你高兴 做什么都可以 那不再逼着我习什么 规格礼了 不许了 也不会再逼着我 去结识什么顽固子弟了 理他们做事 真的 当然了 只要你乖乖地在家待着 爹什么都答应你 爹 你儿错了 你儿以后不会再乱跑了 你在外面三年 爹无时无刻不再牵挂着你 知道吗 对不起 爹 好 好了 嗯 好了 好了 还是爹最好了 嗯 当然了 只要你回来 不乱跑了 爹比什么都高兴 嗯 嗯 猜猜看 这箱子里边 吃什么 不会是给我买的首饰吧 哇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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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只丢了 看你哭了好几天 我又跟你找了这只一模一样的 老爱往这箱子里钻 好了好了 你奶奶念叨你呢 去磕头去吧 嗯 嗯 花花 还愣着干嘛 跟我走啊 嗯 都有 Cha露 有没没 不好